ViuTV劇集《社内相亲》 将会在11月27日起播出 两位男主角Anson Lo、盧瀚亭 和Edan、吕俊安出席记者会 他们还在记者会大玩游戏 讲到角色 Anson Lo说做了不少准备功夫 说真的我都用了两、三个星期 才觉得自己真正能入戏 我觉得这次算是我其中一个 入戏最久的一次 拍电视剧或电影 因为不只很难处理 高冷、很刺激 但又要有点自然和人 其实这件事是很难的 他们又觉得角色和自己相不相似呢 就算今次很温柔、斯文的角色 其实和我本人也相似 有些位置,当然大家不相信 但是有些情况 可能拍拖的我 可能也有点类似这样的状态 陈汉娜在剧集中 和Anson Lo有感情线 他说拍摄的时候也很大压力 希望粉丝理解 我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 大家手下留情 对,手下留情 我知道各位观众都是很专业的 是的 当时接到剧本的时候 已经要… 要拍这些戏 要拍这些戏 都想了很久 但是始终演员不是来玩的 大家都是来工作的 其实希望大家知道 大家都来工作而已 近年比较少拍剧的佳英哥 这次参演是因为两位男主角 他两位很好 过年来我家拜年 来一、两、三年 他们拍戏 叫我来做 一定要支持 自于飾演公司同事的葛卓尧 陈汝希和麦佩东 就说在戏中 他们认真地搞笑 大家想知道他们有多搞笑 就记得留意社内相亲 再见